随着疫情的好转,餐馆堂食已经全面恢复,民众们也反映更愿意选择在外就餐。 方便快捷的美食广场由于选择多样,人流量也堪比疫情前的水平。 记者观察到两年多以来,美食广场里的很多店铺都有所更换,有些店家更是搬迁于不同的美食广场之间。 业者也表示,今年以来美食广场的摊位供不应求。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几都租出去了,因为效果挺好的,因为最近的造租方面,基本上蛮。 那有没有涨房租啊,或者是什么,或者这样涨? 没有,差不多的这种价钱。 哦,差不多,还是和以前差不多。 位于法拉圣的纽约美食城负责人对记者说,疫情影响下很多商家经营实在困难,有55%的店家无法支付或只支付部分房租, 整个美食城的损失可能有几百万元。 小部分呢,负一点。 大部分呢,他说我没有钱。 以这个为理由,就是说我们这个,命令了纽约美食城的经济上面呢,被它有点打击。 现在的近来这些,都是我们十来家呢,都是共同维持这个疫情中间那个互相帮忙,是这个都有付,大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都有付的,六七十都有付,但是没有完全付,这个大家都理解的。 孟信亮表示,如今疫情转好,借此机会修缮已经使用了七年的燃气管道,翻新老旧厨房等硬件设施,重新招览新的商家引进多元化美食,迎接法拉圣餐饮业的全面复苏。 装修以后呢,我们这个租金呢,还是在原来的,在原来这个程序来做的,没有这个增加,还是一样,没有增加,都是一样的,都是一样的,还以前一样的,因为大家是困难之间, 我们主要把这个纽约美食城,大家,希望大家进来,有生意,好起来,把这个纽约美食城做旺,做活,才是第一个。 重开第二天,只有三分之一的店铺开门营业,仍然有十几家空置。 孟信亮表示,由于房租价格稳定,招商情况还算顺利,有很多店面已经完成签约,更有不少商家前来咨询,情况较为火爆。 但要完全符合开业标准,还是要由管理者进行审核和筛选。 问的是慢多的,讲慢多的,我们已经在操作的,现在有六七家了,我说让是租给你,但是你的设备规定会适合做,所以说我们要忽略到进来的新的商家也要有生意,有钱赚才可以。 在这里经营了一年的店家表示,美食广场的店面相较街边,优势很大,为顾客提供了很多方便。 再加上这里的房租相对来说比较划算,他对之后的生意上涨也十分期待。 因为他那两个月也没有管我们要房租嘛,等于就是我们没有收入,没有支出,就这样,就等于是休息了两个月。 其实这里的话他还算租金算是比较便宜,比较公道的了,因为现在你要知道像免街上或者是别的幅况,就是租金很高的。 然后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以他的那个地理位置啊,还有人流量,跟他的租金来讲的话其实还挺划算的。 我一开始也以为说生意不会好,要养一养,但昨天人确实蛮多的,尤其像中午还要晚上饭点的时候,我们基本上都报单了,就坐不过来这样的。 在这里经营了七年的店家说,法拉圣寸土寸金,只要妥善经营,生意都不会差,即使关闭了两个月,还会有老顾客回来,非常欣慰。 那疫情期间我们物价也上涨,而且法拉圣寸土寸金,就房租肯定不会便宜,肯定是贵的,但是没办法,我们还是会在这边,所以也是黄金地带。 我们也有考虑搬去其他地方,但是这间店我们还是会保留,因为很多年了,七八年,我们有固定的一些老客人,我们也舍不得这些客人在这边。 如果这个福靠还在,我们就会一直在。 之后陆陆续续进来新的商家,福靠整个就是开的会越来越多,然后疫情也慢慢好起来了嘛,我觉得这个福靠应该是会越来越好。 护士和关系 yn